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宇凤行首发预告震撼发布。 赵丽颖精彩表演惊艳全场。 天道无情,冷酷无情,我不信任你的永恒天道。 在最新发布的宇凤行预告中,有一句关键台词,一亮相就引起了万众喝彩,而无需多言, 赵丽颖这三个字早已成为金字招牌,更不用说那令人惊艳的预告片。 她如今的样子,就像《第二十条》中那个无法言语的底层好秀屏, 蓬头垢面,却勇敢地踏入了电影圈。 表面上看起来柔弱可怜,实际上却坚韧不拔,愿意为亲人不惜一切。 她的表演并不华丽,却展现出了朴实无华的演技。 没有用撕心裂肺的呼喊来表达绝望, 而是通过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的表情, 用自己的全部能量甚至生命, 发出了反抗不公的最强音。 赵丽颖,现年三十六岁, 以短短五分钟的表演,令所有观众惊艳不已。 她将角色的灵魂与形象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如同漂浮的浮平般轻盈,又像坚韧的浸草般柔韧。 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二是两大强劲的竞争对手, 第二十条以口碑逆袭, 虽然票房只有前两步的一半, 但随着更多路人入场, 或许会有更好的后劲, 达到十五亿不成问题, 甚至可能达到二十一亿。 赵丽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了不起了? 在影院里, 有很多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她完全不像小赵, 我从没想过她还可以演得这么好。 她的表演真的太出色了。 三日不限, 如隔三秋, 赵丽颖的成长可谓令人惊叹。 L五大刊发文称, 其素颜出镜, 焕发全新风采, 展现了她全面的演技。 然而, 是否全能是另一个话题, 总之, 第二十条和接下来的语奉行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剧方在前日发布了预告MV, 仅持续几分钟, 却包含了大量信息, 各种细节一一浮出水面, 让人期待值大增。 早前的仙侠剧已经拍烂了, 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己是虐恋, 二是神和仙, 魔的尊碑等级之分。 口碑平平, 但多为口水和热度齐飞, 一步接一步。 赵丽颖已成功转型, 如今竟然选择回归仙侠剧, 这部作品到底有何亮点? 还记得她曾出演的《花千古》, 故事讲述了禁忌之恋, 并着重描绘了师徒之间情感的纠葛。 宇凤行究竟是什么? 为何起名叫做宇凤行呢? 其实, 她的小说名是《本王在此》, 四个字充满霸气, 简洁明了, 与预告中的本王在此, 而等谁敢放肆? 相呼应, 立刻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本王指的就是女主角碧苍王沈黎, 她是三界第一位女战神。 尽管名字已经改变, 但故事的第一视角依然是沈黎, 她乃是凤凰, 诞生于古老的神物碧海苍珠之上。 赵丽颖身着战甲, 在该剧预告的开场, 扎着高马尾转身回眸, 手持长枪, 火红的特效映衬下, 展现出一种经历岁月沉淀后所呈现的温婉和刚毅之美。 她的风姿翩翩令人意起了昔日的楚桥将军。 在内地娱乐圈中, 能够扮演女将军角色的演员屈指可数。 比如说张天爱, 她身穿粗麻布衣, 英姿飒爽。 而赵丽颖从预告片中看来更像是天神祥林凡间, 眼神锐利, 散发出一种俯瞰众生的气质。 如果楚桥展现的是坚毅, 那么沈黎则呈现出更加冷漠与坚定, 她一刻仿佛在幻想小哪吒, 下一刻又如同三圣母坠入尘世。 即使只是观看静态剧照, 也会激发出复杂的情感, 角色的战损打扮让人心生感慨, 洗去了繁华, 没有多余的修饰, 却会让人由衷地露出会心衣笑, 发自内心的快乐涌现。 小赵的表演太精彩了, 难怪与她合作的林更新说她带来了很多惊喜, 每一次的角色转变都让观众完全投入其中, 毫不冷场。 赵丽颖是一位在娱乐圈中少见的聪明人, 她在选择角色时非常稳健而果断, 从不模仿她人或盲目跟风。 她总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别人很难模仿她。 她主演过《花千古》, 这是少见的以女性视角展现仙侠故事的作品。 还出演了《陆珍传奇》, 这是第一部古代版的《杜拉拉声》之际。 另外,她还在楚桥船中塑造了一位女将军的形象。 而知否,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则生动地展现了古代生活的世俗面貌, 雅俗并存。 风吹半夏生动地描绘了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背景, 其中涉及女性、热血、友谊、爱情和亲情等多个主题, 展现了以许半夏为代表的女性商人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场景。 第二十条强调了将普通人的基本诉求置于重要位置, 呼吁为弱者讨回公道, 代表着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 那么,除了人物设定之外, 这部《语奉行》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当然, 这部剧有着独特的仙侠风格。 从预告片中就可以看出, 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角沈黎手持长枪, 抬头望向苍天, 询问天道轮回, 宿命是否难以改变。 无情天道, 国粮不仁既然如此, 那就要大声喊出去你的天道横长。 这正是与奉行所要表达的反抗主题。 双引号。 西方古代神话故事一向强调等级明确, 尊卑有序的观念。 然而, 中式神话并非如此。 从夸复追日, 到精卫填海, 再到孙悟空大闹天宫, 每一个故事都展现了反抗, 强权和命运的意义。 与奉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 特效红色和蓝色的绚丽配合, 注重美术设计, 一眼就能看出投入了大笔资金。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仔细观察, 特效设计非常出色, 一眼就能看出是根据角色特点进行精心设计的。 例如, 节界色彩流光溢彩, 完美呈现了我们对传统凤凰颜色的想象, 色彩斑斓丰富。 由于沈黎的法术属性是火, 设计故意偏向红色条, 恰如凤凰语一般灼热夺目。 赵丽颖身穿淡蓝色长袍, 背景和构图体现了中式审美, 她淡妆相宜, 并没有采用过于张扬的网红妆容, 而是凸显黑发和健康气色。 妆容清透古典, 眉形秀美如山, 眼神璀璨如星, 让她既可化身为轻盈仙子一般微笑, 也能展现出成熟稳重的战神气质。 赵丽颖和林更新搭档出演, 不仅有了全新的风貌, 而且身材修长挺拔, 气场十足。 预告中还出现了一幕 与楚桥船相呼应的场景, 必定会吸引众多于文乐和 CRCP粉丝的热情关注。 岁月的积淀让林更新和赵丽颖 都不再拥有志气的容颜, 他们的面庞也不再展现青春的模样。 当雨凤行的预告发布时, 有人嘲笑这部中年仙侠剧, 然而, 神灵活了千万年, 怎么可能只有一张右兽的白脸呢? 二人再次相线, 面容不满皱纹, 眼中显露出岁月沉淀和疲惫, 美与尖,发丝尽险疲倦之态。 也许这部尖侠剧能够打破 低幼风格的常规, 吸引成年观众的关注。 预计在二月底, 预告和MV将会同时发布, 并且应该会在新卫视上播出, 敬请期待。 在雨凤行首发预告震撼发布的时刻, 我们被带入了一个充满神秘 与惊喜的古代世界。 这部剧的每一帧画面 都充满着古典美与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 而赵丽颖的精彩表演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 她所塑造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人物, 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她的才华与魅力将这个角色 诠释得淋漓尽致。 赵丽颖在预告片中的表现 无疑是亮点之一。 她以她独有的演技和情感诠释,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人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 与她一同经历起起伏伏。 她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角色的复杂性和深度, 令观众为之动容, 不由自主地投入到剧情之中。 通过这部剧的预告片, 观众们不仅仅是看到了一个故事的开端, 更是见证了赵丽颖作为一位优秀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她的精湛演技让人不禁期待着全剧的上线, 期待着能够更多地看到她在荧幕上的精彩表现。 因此, 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与凤行的播出, 让我们一同见证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精彩演出, 也让我们被这个故事所感动, 被这个角色所打动, 感受到戏剧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